说高高兴兴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 这是幸福的模样 但幸福很脆弱 就在昨天中午12点左右 沈阳市审核区惠宫转盘附近 不少人路过一栋高楼的时候 都纷纷停下了脚步 仰头围观起来了 楼上有啥呀 这给大伙的注意力都吸走了 楼上的那一幕老惊险了 吓得大伙是冷汗直流啊 这这这这 这个是啥造型的呢 这咋还大头朝下呢 刀挂进口啊 还是猴子捞月呢 甭管是干啥呢 你也不能跑窗户外头来 1月18号中午12点左右 沈阳区惠宫转盘附近 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有人倒挂着 被困在一栋高楼14层的窗外边 只见小伙 整个身子都悬在半空 情况十分危急 一瞅这情况 周围的群众赶紧包了紧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立刻薅住他的衣服往回拽 这楼的人当场裤子都已经脱落 劳危险了 11点吧 11点40左右吧 那男的就是从那个窗户栽下来 就大头朝小 我看时候这消防员已经拽住他衣服了 那么抓着他 消防员先用安全绳拴住他脚脖子 然后使劲往回拽他 但小伙太沉了 窗户呢又窄 没地方借力 消防员拽了几次也没拽回来 大概抓了可能两分多钟吧 然后那男的最后就让消防员给救上去了 现场老惊险了 在底下看的围观人都下口相了 冒冷汗 脚在脏边的 人是脑袋 人是脑袋 脑袋 他是这样冲的 据了解 霍救的小伙受了轻微擦伤身体并无大碍 我就纳闷了 这到底出了啥事 那咋能跑楼外头呢 十四楼 大头朝下挂在窗户外面 咱就说遇到什么事 也不能这么折腾自己和别人啊 过去总说 年关难过年年过 现在这日子多好啊 哪还有什么年关了 至于这么想不开吗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千万别做出格的事